4月2日歌手赵传在北京举办 《你过得还好吗?北京发布会》 现场他接连演唱了《你过得还好吗?逆风飞行》两首歌曲 高亢清亮的嗓音和温柔的诉说 瞬间就带领歌迷走进他的音乐世界 据了解 专辑《你过得还好吗?》是赵传在出道30周年之际 推出的一张有纪念意义的专辑 特意送给一只守护在他身边的歌迷 当天的发布会现场 歌迷代表来到现场 为赵传送上祝福和礼物 看到歌迷代表送上的篮球 一向热爱篮球运动的他 忍不住在现场秀起投篮技巧 三投三众不愧是热爱篮球呢 看这状态 再唱30年应该没有问题吧 除了歌迷代表 赵传的圈中好友也特意来到发布会现场 不仅送给赵传一部黑胶唱片机 两人还一起轻唱了赵传的经典曲目 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如果有一天我迷失风雨中 我知道你会为我疗伤之痛 也许我们的世界 终究有一点不同 可是我知道你将会陪我在风雨中 两岸摇滚音乐人牵手演唱 这画面真真是难得呢 那啥 什么时候能看到两人在音乐上的合作呢 发布会还没结束 两人已经在台上相互发出合作邀约了 赵传邀谢天孝为自己写歌 谢天孝邀请赵传做演唱会嘉宾 看来合作指日可待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